時間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2012台灣燈會以路感為例的一個有感使者 我們知道整個台灣燈會來講 在Discovery雜誌是瓶建 它是全球最佳的節慶活動 那我們從2008年就開始來準備 那我們如何能脫穎而出呢 我們在當時有彰化、基隆、桃園、新竹、縣市 還有南投雲林七個縣市來攪筑 那我們呢 因為我們的路感是擁有傳統工藝 人間國寶、公廟古記以及民俗陣頭 我們終於能夠取得2012台灣燈會的主辦權 但是呢 我們大家都知道 出國路感的人都知道 路感呢 它是一個文化古城 那但是呢 它本身沒有鐵路經過 也沒有高鐵經過 更沒有高速公路 也沒有快速道路 那怎麼辦 我們如何呢 把它的缺點轉化成為優點 因為我們路感 台灣燈會爭取到了以後 很多朋友第一句話就跟我們恭喜 恭喜你們爭取到主辦權 但是第二點呢 他說啊你溫馨耶 誰那麼溫馨耶 他說你們這個路感呢 大家都去過 一定會把路感塞死 去的人會把你們罵死 那怎麼辦呢 我們怎麼來突破 我們有創意策略 我們希望呢 能夠打破過去台灣燈會 以公有土地 或者是專用區 就是找一塊土地 找一塊土地來辦燈會 那辦完了以後呢 那塊土地呢 就不做燈會使用 那我們不一樣 我們把整個路感規劃成一個燈塵 那這些在燈會裡面的輝煌都會留在路感 留在我們彰化的每一個角落 那這是一個新的創意 那另外呢 我們有雙龍策略 除了龍眼的主燈以外呢 我們以中山路為主軸 把天洛峰為首 文武廟為偉 來編織出一個巨大的長龍 這也就是說我們主要的策略 就是我們創新的策略 從過去找一塊空地來辦燈會 我們把整個路感塞化身成為燈區 有北燈區 有南燈區 還有中山路的魅力燈區 那每一個燈區呢 都有它不同的主題 讓大家從燈的輝煌中 大家去有新的感受 去看到不同的願景 讓大家能夠是一個有感思政 讓民眾感動的一個燈會 兩條巨龍 就是主要是我們的主燈 還有千里龍蠟 這千里龍蠟有九條香龍 那這我們知道燈會的主燈 是交通部觀光局它所設置的 那我們彰化的千里龍蠟 剛剛邱憲長提到要運用社會的資源 我們這千里龍蠟呢 辦得很輝煌很漂亮 政府沒有花一毛錢 都是我們彰化的企業家來贊助的 大家知道呢 我們現在國一會的董事長是鄭榮先生 他出生在陸港 就由他登高一夫 那我們政府來配合 他找到陸港出生的 包括我們的紅機電腦 華碩電腦 還有中信集團 還有湯師路方便面 還有寶城集團 還有和諧集團 所有的這個出生彰化 出生陸港的企業家 大家來成就這個千里龍蠟的一個盛化 另外呢 我們在整個陸港呢 分別在四個重要的出入口呢 我們佈置了四個大的復燈 那都是根據地方的特色 陸港就是展露頭角 碧系陀府 天上聖母 還有熬月龍蹄 這是配合龍年的主題 那我們知道呢 大家去過陸港 陸港的古鎮 街弄狹小 逢年過節 人車雍色 登節車流呢 無處出現 必將動彈不得 這個真的是 這個傷控腦筋怎麼辦 我們怎麼樣 讓這個陸港的交通 能夠起死回生 我們的策略 我們進行了 五層的彈性管制 還有專用接駁的書運 五層呢 從這個最核心的蛋黃 一直算向外擴散 我們分別規劃了五個區 一個行人徒步管制區 規規停車管制區 外車進入管制區 停車輸港管制區 還有保和勸引管制區 另外我們有專用的接駁運輸 那簡單的一句話就是 車不度陸港 我們分別在七塊 我們的土地上 空地上呢 我們規劃了七個大的停車場 這是台灣有史以來啊 開闢最規模最大的停車場 這個七大停車場 所合計起來的停車空間 可以達到三萬一千七百五的停車量 另外呢 因為停車場很大 停車場有七個 那我們站在民眾的一場 今天我是一個外客 我是一個外地人 我把車停進去 看完要快很高興回來 糟糕了 我的車在哪裡 找不到 在我們開會啊 我們做一個很貼心的一個識別 你的愛車停在哪裡 我們從給他的這個識別物品啊 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是停在哪一個停車場的哪一個區位 哪一號的位置 從這個識別品上面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很貼心的一個服務 另外我們成立交通控制中心啊 我們結合了各單位 成立一個交通控制中心 甚至到有一天呢 我們因為萊克蘇太多 我們還透過景廣 中廣的廣播 請大家下次再來 下次再來 不要再進來 因為人太多了 那大家知道呢 台灣的民族性啊 你跟他說啊 這個人太多了 下次再來 那這個 就像吃小吃飯一樣啊 那個門口樓就沒有人進去 沒有人喜歡吃 那如果說都排隊大排長的話 這個生意一定很好 所以下次再來呢 哇 那整個就越來越多 那另外我們用這個APP 手機APP 讓我們所有的遊客 呢 透過手機APP啊 就可以看得到 即時的交通路況 從這個車輛 要到我們彰化的 各個交通的路況 包括各個交流道 還有每一個停車場 現在的車位有多少 他的剩餘車位有多少 他的剩餘車位有多少 更新時間是什麼時候 可以讓民眾呢 充分的有感 另外呢 我們邀請到 我們的採接活動 都是來自 國際遊樂 國光局邀請 也有部分 是我們召喚先生們邀請的 那我們結合我們的文藝活動 在短短的台灣燈會的期間 我們結合了850場次以上的表演活動 那其中最受歡迎當然就是東京迪士尼 東京迪士尼呢 他第一次出國演出啊 就是到彰化的 就是到我們台灣燈會 這是由喜來第一次的 那還有這個美國迪士尼也來 那我們台灣燈會呢 創下了優質服務的一個紀錄 我們是最多志工參與 總共有13,475人士的志工 那我們總共呢 訓練了6500名志工 平時呢 是600名 假日呢 高達1500名的志工 來投入這個服務的工作 因為我們在燈會之前啊 100年的時候 我們辦了一個100全運 100年全運 所以我們的志工的服務呢 已經達到相當的成熟度 那再加上我們這幾個月的訓練啊 所以我們的志工優質服務呢 是這一次到彰化來 到鹿港來呢 所有的民眾很肯定的 那如果說啊 以這個價值來算 一天服務10個小時 基本工資來算呢 我們志工呢 就創造1000多萬的產值 那另外呢 大家遊客最重要就是要方便 那方便呢 我們有1300座的愛心廁所 還有跟商家配合 愛心廁所 23處 那每一個廁所呢 都是隨時有人服務 隨時有人在管理啊 好 所以我們為了要保持這一個 方便的一個乾淨跟便利啊 我們有8100人次的啊 清潔人員 2500人次的環保職工啊 設置1800個啊 停車啊 啊這個垃圾桶啊 五個造型可愛的垃圾車 所以我們啊 啊 這個再特別跟大家報告一下啊 包括我們的停車位 接駁車跟交管呢 都是創下的紀錄 那在作品方面呢 也是最多作品參展 有1800件的作品參展 那優質的醫療服務 當然人多呢 這醫療品質很重要 1000人次的啊 啊醫療服務 那我們最後呢 有做一個統計 我們民眾的滿意度呢 是97.7% 創造燈會最多的人潮是1170萬人次啊 創造100億元以上的這個經濟產值啊 那因為這樣啊 我搭高鐵收到神秘的咖啡啊 我坐高鐵呢 到一半有人出來 啊送了一杯咖啡給我 我說我沒有叫咖啡 那是隔壁的先生送的啊 那那個先生就告訴我說 他是彰化的縣名 他是一個 我們福寶農場的一個諾龍 他認為說我們辦台灣燈會啊 讓我們彰化縣名感到很光榮 那他請我們一杯咖啡給我鼓勵一下啊 那這是我們聯合報全國頭版頭條的報導啊 這個百萬人塞報陸檔小鎮啊 那連日本知事啊 日本的縣長來都很稱讚我們啊 那我們展場好乾淨 遊客不掃信啊 人潮及前潮商機過百億 這是我們的創意行銷啊 包括我們配合當時的林書豪 當時的情人傑 還有迪士尼 好 這些都是我們整個 包括Slogan 包括我們的交通結果的一個宣傳 那這是剛剛為大家簡報的這個大神婆 就現在 明年呢也歡迎大家到新竹 那簡單的報告呢 我們除了燈會以外啊 我們有高效能優質的貼心服務團隊 我們堅持創新施政 提升行政效率的理念 那我們成功的舉辦三項的大型活動啊 我們百年的 國慶夜火百年的全運 還有101年的台灣燈會 那我們在去年創下了三項金氏事件紀錄 包括七七五六年的親子共讀 打破了英國的紀錄 那另外呢 我們在五十大會時呢 打破了新加坡的紀錄 我們在小提大眾 4645位 我們彰化的小朋友拉小提琴 刷新了英國倫敦的紀錄 這些呢 都讓我們的民眾啊 有感 都讓我們民眾感到幸福 都讓我們的民眾呢 為自己的小孩 為我們彰化呢 感覺很榮耀 很有面子 那同時呢 我們在整個的 除了辦活動以外 我們的基礎建設也很重要 我們推動兩大都市計畫 四大工業區 六大交通網 八大生活圈的頂子提升 我們四大工業區呢 可以提供七萬六千個工作機會 我們彰化的農產品呢 也創造了百萬紅農果 千萬葡萄籠 以及億萬卡農的傳奇 那光舊葡萄的產值呢 我們98年45億 我們到100年就成長到27.5億 我們101年上半年的產值 就達到了20億 這是我們彰化的農產行銷 我們外銷急劇成長 我們在彰化的農產品 外銷在五年裡面成長了15倍 我們推動高齡友善層次 我們彰化也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所以我們彰化 調解績效全國第一名 我們調解成立呢 比率超過90% 那平均每萬人申請調解的建築 以及調解成立的這個績效 都是全國之外 簡單的講 我們彰化的各個調解 我們會合起來呢 勝過一個法院 勝過一個法院 加上一個地檢署 那我們的教育大調查呢 我們是進步第一名 那我們入港是十大觀光小城 我們消防署的義務評鑑是全國第一名 我們地政事務所獲得的政府服務品質獎 我們的公共工程品質呢 經過公眾工程委員會 跑平地方有兩主管機關連續四年 我們公共安全檢查也是第一名 我們的自愛督導平和也是第一名 這些都是我們的榮耀 這簡單講 我們各大媒體都給我們非常大的一個肯定 非常的感謝 讓我們以彰化為起點 讓全台灣幸福滿屋 諾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他說 國家存在的意義 是為人民創造更多的快樂 幸福感越高的國家 才是有競爭力的國家 我們期待每一個縣市 都是幸福的好城市 讓我們台灣成為最有競爭力的國家 謝謝大家